各位同学好 我们终于要进入四字式光与电磁波的最后一个小节了 在四字式我们复习了光的反射和折射 以及用波动理论才能解释的干涉以及绕色 最后也有一个关于波的现象 也只能用波动理论来解释 那就是诸普勒效应 什么是诸普勒效应呢 其实在生活中蛮常见的 各位有没有一种经验是救护车从远方开过来 然后再开过去 那时候它的警笔的声音就会有点像这样子 然后开过去以后变成 对不对 或者像是赛车节目 赛车节目这个赛车手驾驶的赛车 要经过观众席的时候 观众会听到这样的声音 对不对 会有这种音调高低的变化 就是诸普勒效应 这个不是赛车手自己在那边调声音 或是救护车自己在那边调警笔的声音 并不是 它们都是发出固定的音调 但我们的旁观者会听到不同的音调 那如果各位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回想不到的话 我们这里用个蓝牙喇叭 以及我们的音调产生器 来带各位感受一次 那首先请问各位一个问题 就是啊 各位觉得这个音调的高低跟距离远近有没有关系呢 我们是用我们的耳麦来收音 待会呢 我们会让这个喇叭发出固定音调的声音 请问各位觉得啊 靠近的时候音调会高 还是远离的时候音调高 有些人会觉得说 靠近的时候音调会高 远的话音调就低 这样子 那我们看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这是靠近的情况 这是远的情况 这是靠近的情况 那各位在这个近到远到近的过程中 有没有觉得音调有变化 其实没有嘛 其实没有 所以我们可以说啊 其实都府的效应 它跟距离没有太大的关系 与距离无关 那到底修护车的那种 叮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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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赛车的叮噢 是怎么造成的 我们接下来再做一个活动 只是这一次我会让这个喇叭这样子转起来 那请各位呢 就打开眼睛 仔细听 看看这个喇叭在什么状态下 你听到的音调是高的 在喇叭在什么状态下 你听到的音调是低 好我们开始咯 各位有没有感觉到 各位有没有感觉到 或是发现到什么情况音调会高 什么情况音调会低 如果还没的话 老师给一个提示 这个喇叭呢 它会有一段时间是 接近我们 正在 正在往我们的耳机 靠近中 然后 还有远离中 远离 离开 它有一个相对的速度 有一个相对的速度 有接近的时候 也有远离的时候 那仔细观察 这两个时间点 再配合声音 听听听看 好 各位有没有感受到了 应该有感受到了吧 其实应该是 它要有相对速度的时候 才会有 突辅的效应 而不是直接的绝对距离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写 相对接近的时候 我们收到的频率 F收就会比原始放出的频率 F0还要大 还要高 那如果是相对远离 相对远离的话 我们所收到的频率呢 就会比原本发出的频率低 那接下来我们用波动的理论呢 来试着解释它 我们先画几个波形 好 这三个同心圆 这三个就是代表波 而且是所谓的波前 波前 各位还记不记得 波前就是波的前缘 它是同样一个状态的波形 连线 就像这个是波峰的连线 这个也是波峰的连线 而这也是波峰的连线 对不对 那波前与波前之间 就是波长 波长 我们现在先称为Lamda0 Lamda0 就是我们的 波圆不动的时候的波长 为什么知道波圆不动 因为这个波前 它是这样像水波的连衣 这样扩散的 那扩散它的起点就是在圆心 那这三个圆的圆心都一样代表 波圆就是在这边 就像一个住业或是救护车 它可以是水波 也可以是深波 好那这种情况下呢 不管你是站在后面 站在后面还是站在救护车的前面 你会感觉到的音调 都跟救护车原本发出的音调 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波长一样 波长一样 然后波速也是一样 波速声音 空气中的声音的速度就是固定的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可以写出声音的速度 还有波长及频率的关系 写为 V0等于让打0 乘上F0 好接下来我们让救护车开始移动了 我们再画几个波形 好这三个圆呢 很明显的 它的圆心没有重叠 它不是同心圆 这代表的是 比如说一号prime 这个最外圈的坡 它的出发点 其实是在这个圆的圆心 那第二圈2prime 第二圈2prime 它的出发点 也是在这个圆的圆心 它的诞生地点 也是在这个圆的圆心 还有第三个也一样 第三个也一样 所以意思是说呢 这三个坡 1prime 2prime 3prime 它们的诞生地点 发出地点 是不断的向右移动中 向右移动中 这就是我们的救护车 正在向右移动 然后同时不断的 发出声音的情形 那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里救护车前方的坡前 比较密集 那坡前之间的距离 是坡长 你就发现 坡长比较短 那我们称为这个坡长 叫lambdaA 因为我们让前面这里 有一位同学 他是A同学 那A同学会接收到的 坡长 就是lambdaA lambdaA会比lambda0还要窄 那我们可以利用 V的Flambda呢 V的lambdaF 或Flambda 来推理出 A同学收到的频率 现在A同学的 收到的坡长是lambdaA 然后它的坡数啊 也是V0哦 也是V0 因为这个V0 是由戒指所决定的吧 由戒指决定 331加0.6 乘上摄氏温度 就是我们声音中 空气中的声速 对不对 它不会因为救护车在动 然后声音就走比较快 不会啊 所以 虽然救护车在动 但声音的速度 还是一样 是V0 那这么一来呢 因为坡长变窄了 那频率就要跟着变 我们可以把这个lambda0 F0带过来这里 带过来这里 那V0可以写为 lambda0 F0 那lambdaA比lambda0 还要窄 还要窄 lambdaA是小 lambda0是大 可是等号要成立啊 所以 Fa就要大 F0就要小 所以呢 我们就得到了结论 A同学收到的频率Fa 的确是比原本发出的频率F0 要来的大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救护车 朝我们开过来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听到音调变高 那聪明的各位一定可以举一反三 对不对 我们这里如果有一个B同学 那救护车正在离他而去 救护车正在离他而去的话 B同学收到的坡长 lambdaB就比lambda0来的宽 来的宽 但是 一样的原因 一样的理由 坡数会不会因为救护车在移动而改变 声音会因为救护车移动而传的更快或更慢吗 不会 所以 这里还是lambda0 所以这里还是 这里还是V0 所以这里还是lambda0乘上F0 V0就等于lambda0乘F0 所以lambdaB比lambda0来的大 lambda0是小 所以FB就要小 F0就要比FB大 所以这样子结论就是 FB B同学收到的频率 比救护车发出的频率来的低 所以 这就是为什么呢 相对接近的时候 收到的频率高 相对接近 救护车接近A 相对远离 救护车远离B的时候 B收到的频率就低了 好 那其实呢 这个解释方式不是只可以用在升波而已 用在水波也可以 用在电磁波也就是光波也可以哦 我们的课本 其实就有提到 如果今天不是救护车 在发出升波 而是一个星星 在发出光波 STAR 这个星星在发出光波的时候 如果星星跟地球之间 没有相对运动 那地球上的人看这个星星 他就会感觉到 这个星星原本发出的波长 原本他如果发出的是黄色光 那地球上的人看到是黄色光 这里也是看到黄色的星星 但是如果今天星星和地球之间 有相对接近或相对远离的时候 我们把救护车变成星体 然后把升波换成光波 救护车接近A 不是救护车对不起 星星接近A 那A在地球上 他用望眼镜去看这个星星 那他原本发出的波长是黄光 可是就像刚刚说的 他如果靠近我们的话 发出的波 波长会变短 频率会变高 那各位还记不记得 电磁波浦 红尘黄绿兰子 是哪一边是波长比较长的 往红这边是波长是长的 蓝波长是短 然后呢 波长短代表就是频率也是高 所以如果今天波长变短 频率变高 黄色的光就会偏蓝 因为他的频率变高 波长变短 所以这边的同学 他看到的星星 就会是比较偏蓝 那我们夸大一点 就把它写化蓝色 那实际上要变成 从黄变蓝 并不是那么容易 它其实只会偏一点点而已 没有那么黄 不会真的全部变成蓝色 那聪明的各位 一定可以举一反三 如果是B同学 这颗星星正在远离B同学 所在的星球 那B同学用望远镜去看的话 他就会看到 觉得这个黄光的波长变长了 变长的话就是偏红 偏红 所以他会看到比较偏红的星星 所以 都斧的下印 其实可以 发生在各式各样的波 电磁波也可以 力学波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今天呢 介绍的都斧的下印 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